師傅, 你去幾樓? 你呢? 不按了, 我幫你按吧 按了 這麼巧?這個世界真是 這個T4火 你是誰的單位? 你呢? 我還要C的 C, C好 師傅, 你會不會是那邊的單位? 香港外軍 是絕對不會叫香港外軍長腳的 你說什麼? 現在我跟你說 現在是事必要你說 你沒權選擇說還是不說, 你說吧 你說什麼?師傅, 放開我吧 你幹什麼? 你這麼緊張, 契家佬 什麼契家佬?他是我的弟弟 你的肩膀有點五十件 淋包有點塞 但是現在好像好一點, 是嗎? 師傅, 你自己看 我爸爸媽媽和姐姐 本來我住深水埗 但是現在要回北角總部 就搬來和姐姐住 要你誤會, 不好意思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不好意思的應該是他 這裡不歡迎你 對不起, 是我誤會了 誤會? 一句誤會, 你殺人也行 思想污秘, 想人洗壞東西 我和弟弟哪分像情侶? 我還是很緊張你 姐姐, 不要怪師傅 他只是擔心你 你想想, 你身邊有這麼英俊的男孩 在你旁邊, 他很正常, 擔心 是愛 愛什麼? 我愛的人才沒那麼小器 我和你是同事, 頂孔是朋友 朋友? 我們中秋節、聖誕節、餘蘭節 一起過都是朋友? 我們又牽手又疼, 還… 那有牽手已經是牽友了吧 我在街上看到伯伯站不穩 我都會走過去拖著他, 扶著他 難道我又和他拍拖嗎? 很痛 應該適合那條雪條, 不舒服 我先去洗手 我先去洗手 即是你現在是說我們不是在拍拖? 韓劇的男主角是會跟女主角表白 之後才算是拍拖? 那韓劇的男主角會一表白就生癌 死的女主角又被車撞 你不要這樣踩我的男女主角 我不是踩他們 那我真的想問一下 那我們現在算是甚麼關係呢? 我剛才不是說了嗎? 是朋友嗎? 那…朋友? 你幫我和你弟弟說一聲對不起 那包裹我幫你拿了 這個止痛藥我買給我朋友的 就是你, 別兇肚子吃 再見 師父, 走了嗎? 要走的也留不住, 不就有他 怎麼把這麼少的問題 給我這麼大的問題? 他剛才這樣對你, 我不生氣就假 那你要生氣我了 是我自私, 我不相信公司的人 知道我們的關係才溝通成這樣 我知道他誤會了 所以我就叫他拿東西上來 讓他知道我們是兩者弟 誰知道他失控了 我已經心痛了 他還要激起我的火 原來你早就知道他誤會了 你們找地下情告訴我 下次我會避棄的 下次… 沒什麼地下情 他還沒跟我表白 最多是搞我妹妹沒有拍拖 姐姐, 你知道師父是個好男人 別耍他了 我剛才在裡面聽到 你說想做韓劇的主角 想師父做我爸爸, 哪有可能? 現實一點 你一向都知道 我對這件事很堅持 總之, 他一天沒跟我表白 我們也不算是拍拖 你知道嗎? 是初雪降臨那一天 如果我跟所愛的人表白 那段愛情就會得到祝福 我已經沒什麼奢求了, 都… 在哪裡? 打我來不及了 你的東西是這樣的? 我們是這樣的 家兄, 你帶隊 裡面的人聽著, 我們香港開關 看來我這次成為 同事的茶餘飯口話題 你最大的優點就是你舊資訊 陳Sir, 有資訊 你搞什麼? 不是多虧他, 你真是死了 走吧, 回辦公室 放下辭職信就行了 誰這麼厲害, 激到豐Sir這麼生氣?